历经一波三折的9000亿纾困案终于在本月27日由总统川普签署拍板通过 这也意味着600元支票近在咫尺 请看详细报道 规模9000亿元的疫情经济纾困法案上周国会表决通过 但却在川普总统这里卡关数日 川普指出因为纾困法案中有过多不必要的开支 并且希望提高给每个人的纾困支票 因此拒不签字 然而历经一波三折后 川普终于在本月27日与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度假期间签署 据报道指出 全美民众将可领到单次发放的600元纾困现金支票 且失业者的额外救济金补助300元也仍会继续 除此之外 企业能获得新一轮纾困贷款 联邦政府也将可以避免关门危机 川普22日曾在推特影片中批评说道 纾困法案为民众提供的纾困现金支票只有600元 应该提高为2000元 虽然他已经在27日签署 为了避免政府机构29日停摆 但他仍然批评这项振兴方案可耻 他宣称国会两党议员在递交给他的8920亿美元的纾困案 当中仅用部分是真正用于纾困案 另一部分却用来给予国外政府金钱 包括柬埔寨 缅甸 埃及 瓜地马拉 宏都拉斯 巴南马等